其實小君我很想講 就是說 其實今天中國會有這樣的反應 馬英九前總統會有這樣的反應 其實我們一點都不意外 這個案子只是告訴我們說 中國就是一個完全沒有法治 只有政治的國家 也沒有言論自由的 對於我們來說 尤其我個人 我覺得小朋友或許 雖然我很心疼他們 但我很想跟小朋友說 其實我們根本也不是炎黃子孫 我們要表演也不一定要去中國 所以中國去不去沒關係無所謂 但是馬總統說 其實在他任內沒有發生過這樣的事情 我很想提醒大家 大家可能還記憶有心 另外一位排灣族的歌手叫葉瑋婷 大家不曉得還記不記得 他幾乎是另外一個周子瑜的翻版 葉瑋婷在2013年 參加中國的一個選修節目 他被製作單位強迫要求 他介紹自己要說自己是來自 中國台北屏東區的一個歌手 所以其實原住民族的國族認同 在整個馬桶的思維當中 不斷的被扭曲 當然因為我自己在桃園市政府工作過 我辦過原住民族語的 族語的歌舞劇的競賽 所以我深刻的了解 有一個舞台讓原住民族的孩子 上來演出有多麼的重要 非常的重要 因為他會發現說有人關注他 他看見期待他的掌聲 那對教運動 教音樂 教族語的老師來說 很努力的要為孩子創造這個舞台 也非常的重要 尤其是族語 他要告訴孩子們 就是你學的東西是有用的 所以在這一次的過程當中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注意到 其實今年的國歌 真正領唱的小朋友 只有一位 他 我猜可能是這位小朋友 老師要他抓住那個key 讓其他的小朋友 這個key不要跑掉 但其他的小朋友 其實沒有唱過歌 他是用排灣族祖先 傳出來的鼓搖 陪著他們認為 這一位有排灣族協同的總統 用祖先的聲音 陪伴在他旁邊 當天我也沒有唱國歌 可是其實我當天 是很激動流下的眼淚 就算我現在談完是非常的激動 這是一個呈現高度族群 主體的一個國歌 史無前例的 我們的總統也讓這樣的國歌出現 可是這樣的小朋友 要求台灣族體 台灣族的主體 的一個表現 卻被中國 視為無誤 如今就是 讓他不要到中國演出 我認為這是非常殘忍的 而且這個就是非常強權的 長久以來 那馬總統當然可以說 在他任內當然沒有 因為以他觀點的92共識 一個中國的原則 那當然不會有這樣的情況 但是其實我們還發生了 葉維廷這種台灣主辦的 周子余事件 這真的是非常令人 遺憾也非常挫折